音樂的音樂 街頭也不一樣 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的音樂非常豐富 也希望我可以在這次 這一屆的創作比賽當中 擔任一個推動夢想的一個角色 讓更多的新生會聽見 讓更多的音樂夢想成真 嗯 我相信街頭也聽過了音樂比賽的這些同學 你應該也可以想起當初那個熱忱跟感動 就是當初學生時期不是除了要忙著課業 然後如果你有創作的話又要再花時間 因為準備課業也是要花時間 可是你準備創作也要花時間 基本上就是課與課之間的空檔 課與課之間的空檔 我都會在學校的食堂裡面背著吉他寫歌 抓到時間就要創作就對了 那我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你通常這個創作的時間都是 除了這個空檔時間之外 因為有一些這個同學好像我聽說晚上都不睡覺了 他們說既然都要創作了 那當然就是你知道不眠不休 這樣晚上創作的時間會比較有 真的比較有多的靈感 我只能說因為有著這樣的一個音樂夢 有著對音樂的一個熱忱 這件事情是每日比夜的 基本上你的行思一直會 無數刻對著這樣的一件事情 我想要寫更好的歌我想要唱更好的歌 所以不管是白天或黑夜 其實都是時時刻刻 都在想這件事情 所以而且因為白天有自己的工作 或者是白天有自己的學業 要上課有很多別的事情要做 沒錯 別的任務 那晚上可能會到自己的家裡 自己的房間裡面 才能夠自己面對自己和自己對話 然後跟著自己的音樂慢慢的成長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適合的空間 這是每一個人都應該要有 不過聽起來這樣子真的很辛苦 身為創作歌手也好 或者是從學生時期就開始累積創作 要不斷的找尋時間 在我們外人看起來是滿心疼的 感覺都沒有什麼碎片時間 因為我覺得那是一廂情願 你知道嗎 一廂就像完了 沒有人是告訴你 一定要這樣做 所以我才剛出版 你自己有熱誠 你就會努力的去自己 為自己製造出機會跟時間 所以我覺得要拉回到一個點就是 當初的我如果沒有機會被聽見 如果沒有舞台跟平台 讓我的音樂讓我的歌聲 我的作曲創作被聽見 我是不可能站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這個創作大賽 我覺得就是可以 希望製造更多的機會 給學生們有夢想 有音樂天分的朋友們 可以踴躍的來展現自己的音樂才華 我相信很多在座的這個台下的同學 也都是覺得 哇 這個點頭如倒算 因為只要有這個夢想在燃燒 其實每日每夜的創作 也都是一種非常興奮跟開心的事情 就如同這個JJ的創作 已經在舞台上面發光發熱 然後馬上 你看連太陽都出來了 哇塞 不留了有沒有 不過我們其實呢 有非常多的這個晉級的分高中組還有大專組 媒體朋友們捕捉一下 身為這一次的音樂評審長 在5月14號決賽 除了會親自聆聽每一位高中職組大專組的音樂之外呢 希望各位的同學 剛剛有特別聽到JJ的叮嚀了 回去要好好的努力練團練音樂 OK 大家有拍到嗎 好 謝謝 我們請我們的電視媒體朋友們可以開始了